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如果家庭观众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给我们 又或者是给电邮我们 会和大家跟进一些个别股份 之前中纪委揭晓了中国几间央企 发现一些权势交易 我们就了解一下详情 请来嘉宾就是Jason 理智研究部的经理 陈伟聪在旁边 Jason 你好 Johnny 你好 其实刚刚提过一些相关消息 跟进其中一间公司 联通762方面 暂时股价偏远跌1%左右 去到12.7% 其实这个消息在今早就出来 他说到中纪委监察部 在网站公布了几间公司 分别是中联通集团 神华集团 东府汽车公司 中华船货工业集团公司 以及华电集团五间央企 进行了一个巡视 说到一个权钱交易 和权息交易 可能谢嘉宾观众对这个名词 可能有些陌生 因为不是太多听 是不是有些什么要跟进 和大家去说呢 其实事情又是怎样 问就是会不会又牵涉到一些 什么重组 或者管理上的问题 这些都是一些打贪腐方面的消息 说到这五大央企 大家都耳熟能长 那些明智 很多时候在港股方面都见到 你说今次这个巡视 究竟它发生问题 是针对它母公司方面 或者说是香港上市那些的子公司 这个还是没有定案的 但是你说看它内容方面 整个巡视情况的通报 就说牵涉到很多违规的行为 包括在采购环节上面 就有一些利益输送 甚至乎都说可能是一些 送子女出国留学 就业方面都会接受一些供应商的利益输送 也都是说到一些比较轻便宜一点的 就是会接受一些客户的贵重礼品 又或者可能是接受供应商 安排一些Golf的活动 或者一些外出旅游的消费 最重要的就是可能说一些 刚刚你提到的一些权式的交易 权钱交易 所谓这些交易 大家都知道 本身都是属于一些 比较严重的违规行为 就是会不会利用公司的钱 进行一些非法的勾当 这些行为 其实可能一听下去 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很大问题 会不会对于这些公司本身的形象 或者整体的业务发展 都会有个很负面的影响 但是坦白说 如果你说现时在内地方面 我相信可能100间公司里面 都应该有80间 90间都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 你说由去年年初开始 整体的打贪腐 或者捉拿这些违规行为的数量 就不断增加 但是你说这些数字的增加 又未必等于内地的企业 是越来越不听话的 反而可能是因为另外一方面 会不会说中央的管理方面 特别是集你上台之后 对于这些违规行为的容忍度 是越来越低呢 那可能你说在过去那十几二十年 大家明知道这些企业 是存在这些权息交易的 但是可能都只眼开只眼闭 又不是很去到打压 但是从去年开始 似乎有越来越多这些 就算你说那些大型的央企都好 也有不少一些高层 都可能牵涉到一些利益输送 又或者一些贪腐的行为 而遭到一些调查 甚至乎是要下马的 那如果你说这次是针对这五大公司 照计的问题呢 应该都不小 但是如果你看回他们今天股价方面的表现 又不是说真的跌很多 就是你看到神话 联通这些都只是跌大约一点多 两个百分之不够 那就反映回现时市场上面 对于这些消息 那个敏感度就没有过去那年那么大的 那又可能一个原因 就是说本身现在市场上面 开始是接受了 就说中央那边都要 就是继续去到打击这些 贪腐违规的行为 那还有说今次这个消息公布呢 刚刚提到那些违规的行为 又不至于说一些很严重的事项 那你说到一些接受供应商的利益输送 收一些的礼品 或者可能继续别人去一些旅行 那这些相对来说都可能比较轻便 或者是涉及金额方面 又不是说特别大的行为 那只要你说公司 不会去到一个占卖国有资产 又或者去到一个贪污金额 去到几十亿的时候 我相信市场的接受程度 现在都会比之前来说是高了 那所以就算见到今天那些股份跌下来 但是整体的下跌幅度 不是说真的特别大 好啊 刚刚你提到一间1088中的神华武器 就是神华集团来说 他拿了1088七成的股权 都被今次在监察的名单之中 他就说 都说到可能少数人 就会控制合同煤的审批 以及会利用煤价的差价套取利润 因为是现货煤和合同煤方面的差价 但是像你所说 似乎看股价和影响性都不是太大 我想就是现在隔几天就听到这些打贪消息 就不足为奇 因为没有实际一个名单 或者一个人物要落马 纯粹看那间公司有这些违规事 也没有出来有什么惩罚 所以暂时的威力性都不是太大 我想现在最怕就是有人出来负责 或者实际如果一家公司罚一件大数 可能影响性就比较大些 还有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可能内部方面的管理层的结构问题 反而就是比打贪更严重 因为如果打贪没有了的话 就会更加去消除到公司一些不明朗因素 是的 你说打贪 基本上大家都预计了 未来这一年都应该会有 越来越多的公司被牵涉在内 但问题是究竟程度去到多深呢 这个就真的要好看 究竟他们被人指控的行为 是属于一些严重程度 还是只是属于一些轻微的程度 如果你说好像今次这个消息 讲到一些可能就业职位 给自己的子女 或者可能偶尔收客户一些 比较贵的礼品 我相信你说这些情况 就相对是普遍的 还有影响性也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变相你说究竟去到罚的时候 是不是说会罚得很重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很多高层要落马呢 那是未必的 但反而如果你说是去到一个层面 讲到他们的涉贪金额 是去到可能是几千万 甚至乎过亿 甚至乎可能令到本身公司里面的资产 被迫去到低价变卖 又或者可能用一个相对不合理的高价 来到向外收购一些很便宜 或者不值钱的资产 可能这些问题相对会严重一点 所以如果你说看贪腐的打击 大家也要留意里面的详情 一来就要留意 究竟被检控的名单 究竟牵涉那些人物 究竟那个职位去到多高 二来也要看他们所牵涉的所谓的 所谓的违规罪行 究竟的程度是有多深的 明白 好 暂时这个消息 都没有一个名单出来 所以就说对相关几个股份 暂时影响性都不是太大 大家都可以留意相关的消息 谢谢Jason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稍后会有普通 华人士街灵馆终幕走开 我说几只股份有哪点 没错的 好 我们稍后再谈